陳老師剛剛看到的是聯準會的其中一個理事布拉德說法 他當然希望說美國聯準會可以避免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膨膨後來造成龐大的失業率跟經濟衰退的壓力 可是以全球非美市場來講 現在根本全面血流成何 基本上在這個聯準會幾個這個聯邦銀行裡面的這些行長 布拉德他是算是非常中肯的一位 我們過去看他講話對他的這個可信度是很高 這個也就回到我們之前 有跟各位觀眾朋友講到的 就是說世界銀行才上兩個禮拜 公布的報告指出我們有可能 有可能會陷入到1980年代的那樣子的一個衰退 那這個通貨膨脹到目前的情況的話 還在前期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先看到一件事情 因為你不斷的升息 就導致了我們各個國家的貨幣 要競相貶制 那個這個跟我們1997年的這個亞洲金融風暴 基本上情況是一樣 只是說這是主要的G級的對象是誰 是人民幣 那之前可能是說是像泰銖 或者是馬來西亞的Ringit 或者是印尼頓 那現在的情況我們看得出來就是說 很可能那麼人民幣是主要的G級對象 可是有個很大的問題在 因為目前的情況跟97年不一樣 就是說目前中國經濟在亞洲地區 它是非常重要的火車頭 如果中國現在有這一個人民幣 大幅貶值的壓力的話 其他的國家可能就要競貶 但是其他國家競貶了之後 人民幣要不要跟著繼續貶呢 它會成為一種比較不好的循環 所以我們目前實際上需要很擔心 那這個波段我們來看的話 可能還要持續下去 因為中國現在的這個經濟跟金融的狀況 其實不是特別的好 我們怎麼說呢 因為它的三架馬車裡面 本來還有一個出口還不錯 可是我剛剛會提供給大家一張片子 你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現在的出口 不管你從上海到洛杉磯 或者是到紐約或是到路特丹 全部都是下來的 那它國內這個是屬於出口的部分 美國的進口也很清楚 在洛杉磯港所有的都是下 換句話說它出口 沒有我們想像那麼好 也就是它已經開始下行 而它國內的消費又不行 因為它國內裡面 還有一些通縮壓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就變成是說 它要護衛這個人民幣的壓力很大 那它還有一個更特別的麻煩 因為它目前國內的政治鬥爭 正是最激烈的時候 我們外面看得永遠看不出來 因為共產黨不會讓你知道它在幹什麼 可是顯然是很激烈 在這麼激烈的時候 有誰敢當家決定 我要採取什麼對策嗎 可是今天當家決定 今天人民銀行說不准賣人民幣 今天上海交易所跟深圳交易所說禁止賣入股 這個我跟林管講一下 這個是小咖啥的事情 真正大咖啥的事情不在這裡 因為你講了這個行政指導 是我們央行也有了很多的行政的工具之一 但是這個工具本身不會達到這個效果在 它真正的效果基本上要嘛就是跟隨著美國 你大量的提高你的利率 那就變成減少你的利差 另外一個就是說我一次讓它扁 扁得夠讓你們這些重摔一下 那這個在九七年我們都玩過第三個就是資本管制 就是我證實的管制我的資本流動 不讓你們進出 那今天人行這個宣誓就是資本管制 不讓你賣股票 不讓你賣人民幣 這個是一個誤會 因為真正的資本管制是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基本上 今天算小管制 今天先不讓你賣 這個就是我講的 這叫行政干預 行政指導 我今天利用我行政可以指導 比如說我國內的銀行的部分 我讓你不要去做這個交易 或者是說企業的部分 你的這個換匯的部分的交易 我來做一個處理 基本上這個都算是小菜 真正的大菜不在這裡 那大菜的話 影響是非常大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看 今天讓它大扁 也有可能是在四的一個階段 我要知道我扁到哪個程度 因為當前台灣也有過經驗 我們外資都知道台灣要每天扁 我說我每天倒給你 我每天出貨 那這個東西是你被看穿的 有利有弊 那中國如果說現在我讓它扁得很深 我才有進去把它搭回來了 這種空間在 所以這個是屬於 它行政處理的一個手法 好 老師我們看人民幣這一波 習近平跟普丁在烏茲別克 一碰面立刻破七 今天直接破七點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所以事實上看起來是沒有底線 這個是匯改以來的新低價 所以人民幣到底扁到哪裡 七點五 還是直接平港幣七點八 還是拉到匯改之前一比九 那如果拉到那裡要發生什麼事 1997年泰鎚值扁兩成 從固定匯率扁兩成 就可以燒出一波亞洲金融風暴 而且燒三年 殺到俄羅斯的這一個 伊爾青到臺普丁掌權 那如果這回合的地震 主陣是中國 而中國這樣帶頭殺 最後要發生什麼事 所以說 如果說今天我們講 他有三種最大的可能的措施 其中一個就是一次讓他扁足 問題是說 如果你剛剛提到泰豬的一個經驗 泰國政府以為是說 我扁個15%就夠了 你扁15%人家覺得說 你還扁更多繼續殺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不知道底在哪裡 那某一個程度來講 理論上人民銀行可能是說 我測試底線在哪裡 因為我現在提早進去救 其實沒有辦法救 因為我手上的外匯準備 其實可以燒很快 所以他有一種想法 也就是說 我就先測試底部 我再決定我什麼時候進場 問題是說 當你進場覺得是底的時候 人家可能繼續殺 那這個就是類似 我們在九七年泰國開始的 一個金融風暴 然後你就會燒到別的國家來 所以這個是一種決策 但是我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他們的另外一個決策 是不是要作為一個 暫時性的資本管制 這個其實是誰建議的呢 這個是日本央行的總裁 黑田建議的 他是說 因為你國內的經濟是有問題的 你要不要暫時凍結 你的資本的流動 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以去改善你的經濟結構 然後去處理你金融機構裡面的呆帳 那目前中國都不願意處理的話 就是你看得到 他目前的地產的也好 或者吃地方的也好 或金融也好 你全部都在 因為最後的幣值 是要看你的經濟的實力 你現在的經濟就是有問題 你又不改 那這個時候呢 外資就有理由一起殺你 但是這樣殺下去 一定大家都受傷 因為你這麼扁 我們都是競爭的一個對手 兩者貨幣今天都破底 我們怎麼可能不解 韓病也跟著破底 對對對 所以這就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那這就是金融風暴啊 對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就講是說 央行提出來一個報告的時候 似乎是過度樂觀 因為你看看這些變數 我們其實講很久說 這個都可能發生 那現在就是很快的在發生 而且這個殺的時間是非常好的 為什麼因為非常好 因為剛好是在中國在政治上 正是最不安定 最不穩定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殺他 這個時候老實講 人民銀行很為難 好 就是老美追殺 中國人民銀行跟人民幣 這個time 只是出手的 剛剛好的time 可是同一時間 中華民國的央行 台灣的央行總裁 楊金龍也犯下大錯特錯 首先第一個是 美國聯準會今年升息十二 他老兄推拖拉兩三 緊接著台幣他守不住 他今天跟外銀說 不然我們外匯管制 就是楊金龍現在 這一回合今年的央行 貨幣政策大錯特錯 因為我看到楊總裁 在立法院答詢的時候的立場 是說在特殊狀況 那我相信他指的是說 台海有戰爭的時候狀況 因為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他也曾經經歷過的 所以他應該知道是說 這裡面大概有哪些的工具 是可以事先去用 不過如果說是道德上面 需要去說服 不管是本國的或外資的 這個機構來講 是有一定的方法 其實本來就在做 這個東西電話就可以達到 但是他需要在立法院裡面 這樣講的話 確實我們會覺得比較壓抑點 不過我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 目前這個處境 確實是很為難 導實講 哪有很為難 他跟著升息一點都不為難 這個就是說 他為了台灣的房地產 泡沫不要破 而不敢升息 最後就付出資金大流血 股市大崩盤 台幣大貶值 而輸入性通膨壓力 大惡化的全民代價 他為了照顧土地開發 跟建築產業 他事實上犧牲了全民的利益 我今天就是要公開痛罵楊金融 而且金融業沒有人敢罵 還好我做媒體不靠他吃飯 這樣子 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面 一個央行理論上 在做劫策的時候 是應該要獨立 可是沒有央行 甚至能夠獨立在政府 他只能獨立在其他機構之外 所以你當你年底有個選舉的時候 他現在是獨立在全球之外 他活在蔡英文的小圈圈同溫層 因為你今年年底選舉 加明年總統選舉 你希望維持是一個表現 所以我們上次在節目裡面 講是說央行最大的職責是什麼 你不可能通藥 你一定要挑的時候 你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政策目的是在維持貨幣的穩定 維持我們這個市場裡面 老百姓的一個生活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跟 你要照顧出口是不一樣 跟你要照顧表象的金融穩定 不一樣 因為這個世界的 楊金融今天沒有維持外匯穩定 楊金融今天還跟你講外匯管制 楊金融今天維持的是房地產泡沫穩定 我們這樣講 一旦市場認為你是有可能做資本管制的時候 資本一定加速流出 這個過去經驗太多了 所以這句話一定是要有保留 我相信他是內心有保留說 什麼情況在做 但是這句話本身是有 他今天丟給外匯銀行聽的話 外匯銀行都聽進去了 我陳寗官也聽進去了 你當央行總裁的人 你可以隨便做決策 隨便丟話嗎 因為我們這樣講 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可以看得出來 其中我們講 泰國他是一次讓他扁 扁了之後被吃得大虧 但是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馬來西亞 那時候很有名的這位手下 他基本上做的就是暫時的管制資本流動 但是一管制短期之內是穩定的 可是接下來所有外資都不進去 那也是造成當時的馬來西亞經濟是非常強的 可是在那之後 他一開始落後其他的像新加坡 像其他國家泰國等等 最後他是輸越南也輸了菲律賓 所以他長期的成本是很嚴重 所以我說楊金龍今天這個說法是開倒車 他如果走馬來西亞的做法 就是讓臺灣變馬來西亞 你要當世界的臺灣 還是馬來西亞的臺灣 還是中國的臺灣 還是楊金龍的臺灣 還是蔡英文的臺灣 這個我不是要幫他辯護 我相信他手上有不同的攻擊 你已經很委屈了 接受我的challenge 因為你不是楊金龍 但是我對楊金龍今年的誤判 跟錯誤政策感到憤怒 而一般的韭菜 他不知道他怎麼被割的 我們一再的強調這件事情 我上這節目幾次也是強調這件事情 央行的主要職責是什麼 那你就必須要拾偶著你的職責 我們不能夠說 因為短期的政治的考慮 去犧牲掉我的原則 我的原則就是照顧老百姓 我提醒楊金龍 你是臺灣的央行總裁 你不是選舉的總裁 你也不是蔡英文的總裁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